这期梅森帮客户淘一台4000美刀的平头卡车 由于预算有限梅森只能选择到废车场碰碰运气 没想到近来直接看上了这台怀特平头卡车 这种四四方方的卡车无疑极为富 当来到车架后方 梅森还惊喜地发现了这是一台长轴距卡车 作为资深的卡车老司机梅森判断出 里面应该是一台底特律二重乘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 不过当看到车架现有惨状 顿时让的梅森一阵头大 全车金属挡泥板缺失 不过一想到这是废车厂也就释怀了 当打开电瓶箱不出意外的里面空空如影 惯性的是电瓶连接线还在车架上 想要将这台废车厂的怀特启动 必须得要有一块巨型电池才行 当检查车架时 可以看到整个车架满是锈板 随即梅森将车门打开 里面的副驾座椅显得非常松散 而驾驶室内就极为豪华了 里面有一张公司机休息的车床 能看到的地方均为真皮包裹 但现在入眼可见之处却积满了灰尘 就在梅森想将车头打开时 却发现早已经卡住无法打开 接着再将燃油箱盖打开 从里面的反光应该还有些许燃油存在 为了弄清里面是否还有燃油 梅森找来一根铁棍插入油箱内 从铁棍上的情况来看显然还有足够的燃油 只是还能否使用就是个未知数 现在整车基本检查完后 梅森统计出了这台怀特所需配件以及材料 便立马开车去当地配件超市选购 首先选择的自然是这巨型电瓶 以及电瓶连接线卡 随后就是启动液 还有怀特卡车所需油水 最后这些配件花费了梅森1186门刀 第二天一大早 梅森带来好友黑哥再次来到此处 两人首先是将电瓶给抬到卡车上 另外再拿出液压油以及电瓶卡 先将润滑剂喷入车头的卡扣开关上 还有连带锈时的各个螺栓处 可当黑哥将电瓶固定在电瓶极柱上时 机舱内没给出任何回应 黑哥只好再次调整电瓶 机舱内总算是给出了微弱的回应 可也只有这样景色 完全不足以让机舱内的发动机启动 梅森便想将车头打开一探究竟 随后拿着锤子便是一阵敲打 还别说经过锤子的加持下 车头总算是能打开了 车头开始缓缓上升 经过梅森几分钟的努力 机舱内的发动机慢慢展现了出来 果然如梅森猜想一般 机舱内是一台二冲程的底特律柴油发动机 只是经过常年的停放 这台底特律发动机已是锈迹斑斑 当尝试启动时 从发动机风扇的情况能明显看出 这台底特律二冲程发动机有可能锁死 为了验证这一猜想 两人开始固定电缆线卡 从梅森这反应来看 现在这卡子的温度极高 发现情况不对 对梅森赶紧将其拆卸下来重新连接 这下可苦了黑哥兄弟了 下一秒直接差点将黑哥兄弟原地送走 搞得摄影师小哥何不拢嘴 万幸的是刚才没将电缆损坏 不然到时候又得增加维修成本 重新将电瓶连接后 几人再次尝试启动 可发动机如前面一般卡的死死 眼见如此梅森只好拆除进气管道 进行深入研究 可然而拆除后启动时 依然无任何软件 唯一的变化是发动机风扇能转动两圈 这下让得几人意识不知如何进行了 几人以为是电瓶电压不足 于是又加了一台备用电瓶上车 可当再次按动启动按键时 整车发出了滋滋的电流声 发动机依然没有运转的迹象 另一边的两台电瓶还冒出了丝丝烟雾 差点将刚连接的电瓶给干碎掉 随后又连线在启动器上 可还是没能成功让这台二重城的 底特率发动机运转起 而且电瓶卡子还将梅森的手给烫上 显然这台废车厂的怀特是无法启动 最后梅森也是表示很遗憾 没能将这台怀特启动 由于这种发动机所死的车 在户外很难进行维修 除非拆下发动机进行大修 但在户外显然是不现实 好了你们认为这台怀特的问题出在哪里呢